你们就是现实版的女财男帽 女人图的是男人的帽 男人图的是女人的财 财产的财 但是你们居然要打上爱情的幌子 这就有点不甘不尬 爱情是一件奢侈品 不愿意为此而付出的人是不配得到的 你扪心自问你去深圳是为了什么 结婚 你说这句话不觉得可笑吗 你在跟他相处了一阵子之后 你不是选择了回老家对不对 你决定放弃这段感情 你们的感情既然已经放弃了 说明你的基础是不劳的 那么第二次你去 居然是为了去结婚 你觉得这话不可笑吗 如果你去是想决定重来一次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你们已经分过一次手了 那么马上见面就想结婚 你觉得这可笑吗 即便是你是为了结婚而去 你为婚姻付出了点什么 你就打了一份那个总工 你就觉得累 你还是为了去结婚吗 我说难听的 你不是为了去结婚 你去深圳是为了找一个安逸的窝 让自己少奋斗一点点 没错吧 这就是你的目的 而你呢 你让他到深圳来 你也没说真话 什么叫一切皆有可能啊 如果你要是真爱他 你不会介意你挣得比他多 所以你也要付出的多 你会想尽办法 或者花点钱让他去上一些培训班 或者帮他去找点工作 或者在家里鼓励他 而不是处处想着 凭什么我挣得多 我就要付出的多呢 一个特别想图对方点什么 一个特别怕对方图我点什么 说你们俩自私自利的人 还谈什么爱情 别把爱情这两个字给糟蹋了 一个想做想齐成 一个却想别想张我的光 那还谈什么同甘共苦呢 就这样 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他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请六十秒 我成正可能我回深圳 就是真的像狐雷老师说的一样 可以有一个安乐的窝 自己不用那么辛苦 但是经过今天 我觉得真的应该好好去回想一下 我们以前在一起 那一份真正属于叫爱情的爱情 我觉得从今天以后吧 我希望也能够继续重新走下去 能够为了我们共同想要的一个东西 一起去努力 但是我现在真的很乱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走下去 我好想好好地思考一下 我们现在这段爱情 这个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 真的像老师所说的那样子吗 我现在想好好思考一下 我现在给不了你答案 希望你能重新给我个机会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咖啥 虽然难受一点不能接受 或许他把这当成了 最后的一个稻草 但是今天这个结局 其实对他们来说反倒好了 如果早能够如此清醒地 看透那小两年多的付出 或者叫青春 不是不会被荒废吗 所以有的时候 你面对现实的时候 虽然残忍一些 但是你躲避它 得来的会更加的残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